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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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于信成 小学老师出过一个作文题目 我的自愿 当时我写的就是白衣天使 高中俊训护理老师 他从医院病人的照护经验 谈到如何照顾全家人的健康 听得我好羡慕 希望自己也能像他那样 能够帮助别人 也能够帮助家人 大学护理系毕业后 就进入外科加护病房工作 开始我的护理生涯 病人永远是需要被协助的人 以及病人是我们的老师 这两句话是我的座右铭 曾经帮助一位重症病人 泡脚、洗脚 家属看见后不停地谢我 我发现这么一件小事 竟能获得家属莫大的肯定 因此更激发我服务的动力 在台中龙总服务多年 配合医院政策 在心脏科丁主任的领导下 进行多项单位内品质改善的活动 并且参与一测会的一品圈比赛 荣获多次金奖和赢奖 这期间我们研发了劳动脉脂血器 主要应用在肌肉性心血管检查的病人 可以减少穿刺部位的合并症 此项产品 获得国内的新型专利 同时也获得韩国首尔巴尼展的金奖 102年 我领到了服务满30年的奖牌 感谢上帝赐给我服务的动力跟热忱 感谢病人和家属 教了我许多人生的道理 因为护理确实是一门自助助人的行业 助人为快乐资本 我在这里鼓励对护理有兴趣 乐于助人的年轻人 赶快加入护理工作的行列 成为我们的生力军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